观念时刻带您迅速掌握潮流趋势 欢迎收看财经趋势4.0 我是赵婷玉 首先带您看到全球晶圆代工龙头台阶电 在2奈米制成技术后将朝向埃米世代技术 那么今年首度对外揭露A16制成 共同营运长张小强近期受访 首度表态A16制成将率先在台湾生产 埃米世代即将来临 护国神山台积电今年在北美技术论坛 首度披露A16制成技术 象征奈米时代即将结束 未来将进入埃米时代 对于外界质疑摩尔定律已死 台积电高层不这么认为 科技媒体TechTech Potato上传与台积电共同营运长张小强的访问 他指出台积电A16制成技术采用超级电轨解决方案 以创新的晶圆背面供电网路独立解决方案 保留了炸机密度与元件宽度的弹性 资料显示不仅速度提升 功耗降低15%到20% 晶片密度提升7%到10% A16制成技术采用超级电轨解决方案 A16制成技术采用超级电轨解决方案 台积电朝向埃米时代 台湾将是A16制成的重要生产地 计划在2026下半年进入量产 对手英特尔将在2025年导入18A 这相当于1.4奈米到2奈米技术 并在2027年导入英特尔14A 南韩三星则计划SF1.4技术采用NinoShane架构 规划2027量产 张小强也表示台积电也继续在主要节点之间 持续进步增量 协助客户能够从每一代新技术获利 并与客户一同成长 新唐人亚太电视林玉堂沈为彤 台湾台北整理报道 我们在关心苹果本周公布财报 总营收增长了5% 但是大中华区收入下降6% 值得注意的是近期科技股大量的AI资本支出 让金融市场涌现沉重卖压 造成科技股股灾 苹果周四最新财报总营收增长了5% 整体iPhone的销售情况超过华尔街预估 两项重要信号 AI之初将逐年增加 另一项则是大中华区收入下降6% 中国市场面临激烈竞争 苹果股价盘后走低下跌 另一家科技巨头亚马逊也不太妙 第二季营收成长10% 但获利展望低于分析师的预期 尤其不断扩大的AI支出 让市场对科技业前景抱持怀疑态度 美国超级财报周市场却是反应两极 恩质普受车用市场景气不佳 单周下跌近4% 电动车龙头特斯拉未来营运挑战加剧 依赖AI营运收入的微软 由于Colpilot服务支撑营运微幅下跌 AI晶片股的辉达超为 两巨头在AI投下巨资 但单周股价都是下跌 英特尔更是重灾区 财报惨不忍赌下 宣布裁员15% 并停发股力 股价单日暴跌20% 单周跌幅超过7% 为何科技业较好不较做 最大癥结就在美国经济数据疲软 根据美国上周初领失业金人数24.9万 蓄领人数187万都高于预估 7月制造业PMI49.6 转向低于荣枯水位 ISM制造业指数也明显转弱至46.8 联准会是9月可能降息 被视为经济走弱指标 外界忧心 美国企业获利未来蒙上阴影 大型科技股泡沫一律浮现 也让投行重新审慎市场估值 加剧美国股市下沙压力 新唐人亚特电视 胡宗涵沈维彤 台湾台北综合报道 全球供应链移转 印度重要性更加鲜明 媒体报道 鸿海将首次在印度生产 高阶iPhone16 Pro系列机种 除了受惠订单也象征苹果公司 更加重视印度手机市场 以及在地供应链 苹果年度新机iPhone16系列 计划全面导入Apple Intelligence 带动今年销量 可望有所成长 媒体报道 鸿海将在印度制造iPhone16 Pro 与Pro Max 打破比亚迪抢单传闻 更是首次在印度生产高阶 Pro系列机种 印度作为iPhone第二大的 一个生产基地的态势 已经逐步形成 那未来在高阶机种的部分 也会有部分的一个订单的比重 因为历经了多年的这个练兵之后 已经逐步的达到了一个 这个品牌客户的一个标准 所以其实这个部分的话 我想未来这样的态势 是会延续的 鸿海去年大举投资 印度子公司 被视为为扩大生产做准备 董事长刘安伟拜会莫迪也承诺强化当地制造量能 2017年开始 iPhone低价版S1系列首度在印度组装 2019年开始生产XR系列 2023年首次在苹果发布会之后 立即在印度生产iPhone15与15 Plus 今年更进一步生产高阶的iPhone16 Pro系列 苹果计划在未来三到四年将印度生产的iPhone比率 从百分之十四提升到百分之二十五 为了强化印度制造 莫迪政府近日宣布将印度首期与关键性零组件 关税税率从百分之二十降低到百分之十五 有意争取手机组装订单 科技媒体TechCrunch报道 印度制造iPhone将进行售价调整 有利进一步刺激销售 组装厂鸿海也将受惠 某个事单力预估 印度将成为苹果公司第五大手机市场 新台记事王冠林沈为彤 台湾台北综合报道 好 继续来看到鸿海集团成立五十周年 本周首度开放位在内湖大楼的两百屏空间 展示多项产品技术 鸿海发言人透露 今年科技日活动提前在十月八号跟九号举行 而规模扩增一倍的同时 将以AI为主要亮点 台北内湖大楼内 鸿海重金打造全新修认展示空间 首度对外曝光 运用3D立体风扇以及视觉战流技术 AR伺服器机柜就好像触手可及 有趣生动的互动体验 来自旗下研究院子公司最新技术及产品 那我们希望能够利用这个修论来展示 我们在过去一段时间 所累积的这些技术以及这些产品 这个展间在今天正式开放之后 我们也会非常欢迎各个学校的各学校 以及这些机关团体来参观 希望能够让他们对科技有更进一步认识跟了解 占地200屏空间大小 示威化内容呈现新科技 将开放企业学生团体登记参观 海外厂商来台也能一览台厂上下游制造实力 一旁也有全球供应链各产区发展布局 关灯工厂 全自动生产等多个项目 好 画面可以看到 这是鸿海当初设计的Model C的原型验证车 包含车辆的底座以及整车的一个设计 一旁呢 则是EV上下游 整个完整的一个汽车零组件供应链 可以说全部都是由鸿海的自主设计开发 也符合政府40%的自制率新制规范 车辆电控装置 车身零组件 明显看出台厂累积丰富实力 好 电动车呢 不只是制造领域 也要升任到软体层面 可以看到这台Model C展示的是呢 最新的自主开发AR导航系统 遇到呢 车辆行径 或者是转弯的时候呢 提示都会非常的直觉 可以说是加强版的抬头显示器 而这样的系统啊 未来两到三年就可能导入到 最新的电动车当中 让开车非常方便 鸿海三大平台 智慧制造 智慧电动车 智慧城市 发展布局一次看 鸿海高层也透露 今年科技日活动 提前在10月8号和9号举办 展出规模扩大一倍 邀请上下游供应链伙伴 共享盛举 今年主轴就是AI 这个AI一定是在这个活动里面 非常重要的一个元素 那另外一个就是一些 新产品的一些发表 我们在这一次的HTT 一定会再展示最新的电动车 现在科技日真神会过来 请大家拭目一下 黄仁勋是否再度站台 卖个关子 下半年科技产业也将话题不断 新台阶市高级的沈为彤 台湾台北报道 对您看到这一周的财经趋势短播 台积电设立熊本厂之后 上个月底日月光投控到北九州 设厂的计划成真 这代表由台积电领军的日本半导体工业 一条龙已经成型 研发科即将推出旗舰智慧手机晶片天机9400计划10月发布 这款系统单晶片将在台积电的第二代三难米制程上大规模生产 预计带来显著性能和效率提升 晶片战争作者米勒认为 如果人工智慧系统能改变全球经济 训练系统的资料中心将是未来工厂 目前各国政府把具备MRE资料中心视为战略资源 因此全球晶片大战可能变成银端大战 2024巴黎奥运男子100公尺挖士项目中 夺得银牌的31岁美国选手分客 并不是职业运动员 媒体报导分客在东京奥运之后 完成硕士学位是一名全职的广达工程师 新唐人亚特电视整理报导 对您聚焦全球最大电脑绘图大会登场 两大科技巨头 辉达执行长黄仁申跟META执行长祖克博 首度公开进行对谈讨论AI趋势 辉达执行长黄仁申 29号与META执行长祖克博 在电脑绘图大会上首度公开对谈讨论AI趋势 祖克博认为智慧眼镜将成为下一代AI运作平台 有不同的价格价位置 所以我认为我们现在看到的 Ray-Ban Meta 我认为这些显示AI的颜色 在300元价格价位置 会成为一个很大的产品 这些规则变成了封闭平台 希望接下来能回到由开放生态系主导的环境 24号 辉达与Meta联手宣布旗下AI代工服务 将替全球企业客制化老马3.1生成式AI模型 佛仁勋在对谈中表示 这是开源模型让他们能做到这一点 对谈尾声 萤幕上秀出两人先前互换球衣的合照 这个时候祖克伯拿出事先准备好的皮衣送给黄仁勋 黄仁勋也脱下了妻子Laurie刚买的皮衣送给祖克伯 我认为我们再次选择一件衣装 这个是你的 我认为这个比较值得更多因为它是用的 新唐人改台电视张晴林整理报道 我不知道 凯达店在下说电动车成长互估 但是长期人看好电动车趋势 更详细的新闻内容休息一下 我们马上回到 欢迎回来地缘大厂台达电 本周召开法说会二度假修电动车业务全年展望 成长幅度下调至两成以下 不过台达电认为电动车大趋势没有变 认为有望朝换电模式前进 台达电写下史上最强第二季 传出是辉达GB200主要电源供应设备最大提供者 第二季税后存益计增七成 总计上半年EPS6.05元冲破去年天花板 集团观察 电源和零组件在AI市占相当不错 全年营收动能持续 外媒报道 回答在资料中心所需要的冷却需求 将创造1574亿新台币的巨大市场 不过回答释出的冷却散肉解决方案 供应厂商名单中少了台达电 执行长郑平也表态会争取加入 进入这个list吗 单纯好奇 应该在 in process吧 第三季大概一冷的产品 第一台会开始交 那我想今年的量不会很大 要量大会是代名 power的需求 然后cooling的需求 会到某一个程度 会越来越好 最新夜冷设备最快第三季出货 明年放量 目前观察大型科技巨头 资本支出不会大幅下修 资料中心大量建制 更带动供电和冷却散热商机 法人也关心下半年试况 有一些不确定性 但是就是说最少在今年 下半年 maybe明年到Q1 应该还不至于到太差太差 但是我们还是相对保守 景气看法相对保留 台大电另一项重要业务的电动车 则是成长放缓 下修年初预期的成长 百分之二十看法 全年成长可能低于百分之十二 但今年EV业务还是会成长 新唐人也在电视 沈维同台湾台北报道 面板大厂友达董事长彭双浪 亲自主持法说会 分享集团营运的三大支柱 目标二零二七年 能各占营收的三分之一 脱离面板产业景气循环 回为一年半 友达举行实体法说会 董事长彭双浪好心情写在脸上 挥别面板业低迷 今年第二季友达本业转营 合并营收新台币七百四十三点三亿元 较第一季增加百分之二十五 年增百分之十七点四 不过四月的地震 也让友达损失不少 归属母公司净损二点三亿元 基本每股损失零点零三元 因为第二季的这个地震 确实造成我们就一个场所损 现在已经完全都全部修复了 而且是全部恢复正常的生产 不过第三季可能有新变数 分析指出因巴黎奥运的采购需求 接近尾声 使得电视易经面板价格 涨势停歇 加上中国电视销售不振 电视面板价格自七月下旬开始下滑 彭双浪也提出展望 可能大家期待的这个所谓的旺季效应 就不是那种整个加速 我们在这个BHTC过病后的这种效 友达双轴转型持续奏效 把收会上同创浪亲自介绍新的人事安排 原财务长申于智升任BHTC执行董事职务 新任财务长兼发言人 由副总经理张柏仪接任 今年四月才完成收购德国车用空调控制系统公司BHTC 友达又宣布此公司取得美商Avaco百分之百股权 优达也宣布未来的营运与策略 以智慧移动垂直场域和显示科技 作为三大营运支柱 前两项营收占比已达百分之四十三 中长期希望能各占营收的三分之一 新唐人亚特电视宣问模式 李晶晶 台湾台北报道 好 带你浏览这一周的重要财经数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2024数位应用 本周开幕 副总统萧美琴亲自出席 副总统表示台湾产业制造可被信任的软体 是向外拓展的关键因素 中华民国副总统萧美琴将女力科技奖 颁发给挥达全球副总裁纪台湾区总经理邱丽梦 周一2024数位应用周正式开幕 聚焦资讯软体应用服务以及人工智慧 副总统萧美琴亲自出席 几个月前我还没有投入到台湾的政界前 也一直在美国思考一个问题 矽谷的创新天才 以及华府比较不敢犯错的这些保守官僚之间 怎么达到一个最好的连结 怎么缩短他们的落差 那我们怎么在这两者中间达到最佳的平衡 我一直期待台湾可以作为世界的典范 而文强一侧体温数字就可以直接联动到平台上 只会招呼系统结合蓝牙方式 自动登记数值 同时透过AI分析生命真相 异常情况也能提醒 另一边结合了物联网技术 打造无人设备智慧方案 为未来旅馆不主动提供一次性洗漱产品 提供了解决方案 数位应用周的首日 新创公司展示交流 萧美琴也提到因为自己爱猫 被推荐了AI猫杀鸡 让他思考这样软体服务 是否够安全可以安装在手机 提出可被信任的软体 台湾需要跟其他国家相较 我们在竞争的过程当中 获得国际信任 尤其是软体应用产业 能够向外扩张的关键因素 我们希望台湾透过AI的应用 让台湾在数位转型上 能够超前其他国家 能够成为新的造型产业 以及新的数位强国 今年数位应用周将包含13场次的论坛 再结合线上创新数位应用馆 台湾是硬体强国 但在软体方面仍有成长空间 台湾数位软体服务 占数位产业比重仅16.6% 中华软协理事长沈博言乐观认为 台湾的数位软体成长潜力无穷 新唐人也在电视之前李曾鑫敏台湾台北报导 将量子交易列为大一联休客室 学界呢携手台积电培育原材 更详细的新闻内容休息一下 欢迎回来量子技术呢 被各国政府视为关键的战略科技 而人才培育是成功的一大要素 台湾原汁大学将量子概念导入全校大一升课程 同时呢持续跟台积电合作 原件整合学程培养高素质科技人才 台湾自研自制五位元超导量子电脑 今年初亮相 而要想成功发展量子科技 人才成为一大关键 原汁大学就将量子概念导入全校大一升课程 另外工程类大二到大四升 还没选修与台积电合作的原件整合学程 教育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那我们要把一些我们现在的年轻的 他能够很快很早 让他了解这个量子的概念 我们如果让他们在大一的课程 这是必修的 全部都要修 他有这个概念 那等他觉得说这个确实是他未来可以走的方向 那他就在大二大三 甚至上研究所 他就可以专门针对这个量子 那这样我们就能够培养很多在量子方面的工程人员 台积电求财若可与台湾多所大学合作规划半导体学程 期盼为台大成大中生等学生建立扎实的学理基础 有其目前AI应用面临晶片效率与能源消耗等挑战 量子运算技术比传统运算更节能 台湾势必得掌握关键技术 整个现在在量子在硬体方面当然美国跟欧洲是领先的 那我们台湾可以做什么 因为我们台湾就是在半导体是非常非常的强 后摩尔时代能够做得更小 那如果这个可以做成功 那我们台湾就可以在既有的量 在既有的半导体科技的这个技术之下 虽然全球在量子电脑发展上距离商转 仍有一段路要走 但人才培育不能等 台湾跨部会跨产业的量子系统推动小组 也持续协助量子国家队培育高阶科技人才 期盼进一步推动台湾量子科技发展 新唐元亚太电视 文贯林肇挺率台湾台北报道 带您看到下周有哪些重要的财经活动 谢谢您收看这一周的财经趋势4.0 我是赵婷玉 我们下周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bleed愎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